我是老胡 欢迎收看胡侃 在美国疫情每天吞噬上千声音的时候 那个国家的舆论机构呢 却对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反复发动攻击 比如纽约时报最近就登了一篇典型的文章 它出自华裔记者袁立之首 该文的特别之处在于 它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所谓中国铁腕病毒清零政策背后的百万螺丝钉 声称那些社区工作人员大军犯下了平庸之恶 大家知道平庸之恶的出处是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 那个人负责执行对犹太人的屠杀 他在法庭上反复强调自己只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 他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国家法律允许的 作为一名军人 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 阿道夫艾希曼最后被判处绞刑 用纳粹分子类比努力实现动态清零的中国社区和基层工作者 这太恶毒了 袁立举的主要是西安的例子 超了大量中国互联网上的素材 包括平庸之恶这个比喻 据他说也是抄自中国网上 但他为了妖魔化中国的动态清零 做了纽约时报式的编排 是的 西安出了几起令人无法接受的情况 有孕妇和心脚痛病人 因为核酸检测的时效不合规等 而被医院拒收 导致悲剧性后果 中国公众迅速表达了愤慨 西安也迅速做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收极微病人的强调性补充规定 所有这些反应都明确无误的显示出 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保持了人道主义的高度敏感 动态清零本身他不是恶啊 而是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在这个特殊时期所采取的特殊善政 而且呢是科学之道 坚持动态清零也是中国人民的集体意愿 他在紧急情况下的执行过程 虽带有一些强制性 但他服务民众共同利益的目标指向十分明确 也总是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总体支持与配合 西安疫情爆发后 因为情况严重而采取封城 这个过程出现了一些混乱 很多人呢有意见 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封空措施与社区民众的不满并非根本对立的 而是在有共同消灭疫情目标之下的摩擦 孕妇未能及时就医而流产 它是封空过程中的一个严重事故 我们怎么抨击这个事故都应该 但有一点很清楚 它不是被故意制造出来的 我们的社会也没有对它无动于衷 为避免悲剧重演的调整迅速就发生了 所有这一切与纳粹人员共同参与杀害犹太人的那些 所谓平庸之恶 疯马牛不相及 纽约时报使用这个比喻 诬陷西安和中国各地的社区工作者 目的是把中国宣传成纳粹德国一样残忍的国度 即咒骂中国 也为美国正在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 粉饰和辩护 大家想想看 美国八十几万人死于新冠肺炎 这当中有多少绝望悲伤的故事 有多少不予治疗和抢救的抛弃 有多少没有临终关怀的孤独死亡 又有多少明知道会造成更多感染和死亡 但因为有利于资本获利而得以进行的政策推动 那些才是真正的平庸之恶 老胡搞不明白 很多美国的记者作家 他们为什么不好好讲述美国民众的损失和痛苦 他们一些人居然鼓吹 美国人的困难和死亡都是自己的选择 不断死人的美国也是民主自由的 我只想说 那些人的良心真是被狗吃了 BIGBлин 2 有点Trade